宋超在講有事之事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對應到去年夏立元去中國的時候 坦白說當時呢 這個央視的海峽兩岸是做了一整集 在saving夏立元 saving國民黨的 那saving國民黨內容是講什麼呢 他在講說你們國民黨內 現在在當初在敗選之後呢 他講的是二零二零敗選之後 就開始有人站在美國那一邊 然後跟著在罵解放軍 然後講說中國軍演不對 他說這些人就是標準的騎強派 中國的海峽兩岸 請問他為什麼要這樣講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國民黨只要沒有附和我們中國講話的 你們國民黨只要有罵我們解放軍的 有罵我們軍演有批判的 你們通通都是錯的 換言之他認為什麼樣的國民黨 才是正確的國民黨 剛臺灣要跟美國軍購的時候 你要跳出來罵 這個才是正確的國民黨 當看到中國在軍演的時候呢 你要睜一隻眼 逼一隻眼都不要評論 這才叫正確的國民黨 那這像是敬遠 你危險了 他就是不正確的國民黨 你好像是共產黨口中不夠正確 應該是不夠正確的國民黨 有啊 敬遠才是國民黨的有誓之誓 哦 有啊 有啊